今早九点 我准时来到策划部门 目前办公室里有三个人 左边这位是社稷 看样子一夜没睡 情绪正游走在危险边 对面那位是文案 看样子也是一夜没睡 十分钟前 他们之间似乎有过交流 到目前为止 你沉寂了约十分钟之久 每一场暴风雨来临之前 都有场死一般的宁静 还好抖腿扔再继续 场面还不至于崩盘 文案 那边还有多久 客户等着要 只差文案了 行 你不急 我也不急 可怕的男人 整整一上午了 根本都没有见让陆凡 他应该很忙吧 这乔烈的封面人物感 是怎么回事 和上午的反差也太大了 不好 对上视线了 我得说点什么 又抬了 心同事身躯虽小 中气却很足 听了乔烈烈 听口音 应该是东北人 这件事必须打脸乔表 就这样 你参观过公司吗 这就Q我了 好嘞 还没呢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最近手头上火太多了 没有办法带你到公司转转 我叫凯瑞 你是Eka吧 对 负责策划方面的工作 有人说 人们突然沉默时 是因为有天使飞过 同类型的巨子 我还能造成很多 只要能是这个场面 不这么尴尬 启风啊 很好 这种攻击剧 平时看诗集的话 应该知道怎么往下接吧 快 到你了女设计 说出那句 唯有努力生存 不是 你没看清 刚才那是我们的部门经理 他动作一向都这么快 不知道 嗯 嗯 我知道 你们等我 十分钟又能搞定了 有点 那我先走了 谢谢River 精神高度紧绷的一天 也没能遇上陆凡 不知道他明天在不在 能说上话也好呀 下班了 竟是想什么来什么 你回公司 我还有工作 先走了 遇上你 我竟花光了所有的运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您过 您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8分钟 这篇 tack 钭收不吝点赞 转发8分钟 撒8分钟 我会清醒